山海氣象的時間 明天的天氣如何 來請教氣象主播老外 老外請說 各位好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不管今天天原是氣象在您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5月的第一天也是屬於勞工朋友的日子 勞工們有好好的犒賞自己一下嗎 而說到了犒賞自己 如果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因為今天能待在家中 好好的休息 休息也是一種幸福 因為就幾個數據來看 待在室內會是今天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今天沒有下雨的地方 溫度還是高得很嚇人 是飆升到了35.3度 低點是在屏東的滿洲鄉一帶 所以這邊要跟我們的觀眾朋友說 能不出門 吹吹冷氣 其實就是一件舒服的事 那同時我們的觀測 部分地區的天氣還是顯得很不穩定 氣象署也針對了部分地區 發布了大雨特報 而有下雨的地方 這溫度相對來看也就涼爽了許多 而就今天的降雨的分布 等等我們就先從第一張的雨量分布圖 來告訴大家 今天說到封面通過的關係 所以部分地區幾乎都是陰游雨的天氣形態 就圖卡上可以清楚的看到 今天主要降雨的樂區 是集中在了西半部地區 而且是在從台中以南 一直到屏東以北的這個區域 當中顏色比較鮮豔的地區 就是今天降雨比較多的地方 從圖卡上可以清楚的看到 今天這個紅色區塊的區域 就是今天降雨最多的區域 也就是到5點之前累積的地方 這個雨勢累積的地方 是在台中的這個山區 所以要提醒我們的觀眾朋友 就是這幾天在山區活動的話 就要注意這降雨的現象了 會是有時候會是比較大的 也容易造成落石跟攤防的發生 大家出門的話就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而明天又恢復到了大家的上班日 天氣上會不會有新的變化呢 等等我們就繼續從下一張的 衛星雲圖一起來了解了 而在這裡就要先告訴大家的是 到了明天的時間點 這降雨的現象恐怕還是會發生 而且有較大雨時的情形 圖卡上可以清楚的看到 封面雲圓是一波一波的在接近我們 而且這當中還會夾雜著 這個對流雲包的發生 所以時不時就會出現這種瞬間性的大雨 所以不穩定的天氣狀況 是非常的這個容易發生的 除了在我們地質最多的山區 容易會有災情的發生的話 低洼地區的朋友們 要注意這種淹水的情形了 而且能預估在星期天之前 這天氣都是會非常不穩定的一個狀況 距離部落裡頭跟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您整理的山海奇效 屏東的獅子牡丹跟滿洲最低溫 21度高溫是來到了30度 泰宇來一根春日最低溫 20度高溫是衝到了32度 注意雨後來雨的現象 森林門舞台一根馬甲最低溫 17度高溫也衝到了31度 高雄的原鄉地區最低溫 18度地點是在南馬甲 而高溫29度降雨期會最高 有7成 加以大里山 溫度數在12到27度之間 同樣注意午後來雨的現掃 南樓的原鄉地區最低溫 降到9度地點是在 仁愛跟信義而高溫26度 台中的和平溫度數在14到25度之間 降雨期會最高有6成 苗栗的原鄉地區最低溫16度 高溫是來到了24度 新竹的原鄉地區最低溫13度 地點是在尖12高溫23度 北部地區來根復興最低溫16度 高溫是來到了22度 降雨期會最高有8成 宜蘭的大同跟南澳最低溫17度 高溫25度 同樣注意午後來雨的現掃 花蓮的部分形成花蓮石跟吉安 最低溫22度高溫是來到了26度 舊陵跟萬榮最低溫16度 高溫26度將有機會最高9成 邵峰跟峰濱最低溫21度高溫26度 鳳林光復跟瑞水最低溫21度高溫是有26度 花蓮南區的部分 最低溫降到9度地點是在佐西而高溫26度 台東的海岸線最低溫23度高溫是來到了29度 縱谷地區最低溫17度地點是在海東而高溫27度 注意午後雷雨 陸野台東市跟北南最低溫21度高溫29度 南迴地區最低溫18度地點是在金峰而高溫30度 雅美大屋主人的南雨溫都速落在25到29度之間 外島的連江金門跟澎湖最低溫17度高溫是來到了27度 外出看天氣讓您出門不漏氣針對明天的天氣來看 請大家留意封面帶來的瞬間性大雨 同時也要注意這雷擊跟強針鋒的發生 而如果有要往來澎湖金門馬祖的朋友們 這一段期間是容易會有低雲影響能見度的 飛機航班是很容易受到影響 最後近期還是要提醒大家避免前往山區活動 以免發生危險了 即將事情的提醒就請大家注意 再次的跟所有的勞工朋友們做生辛苦了 也祝福大家一切順心平安